有45升油箱 你说你说这个东西 你说你加了51升我认 我来的时候我推进来的 我来的时候车上还两个半油 不是我叫他把打开在这家还能加 你们见鬼了吗 油箱容积45升 加油站工作人员却硬生生的加了52升油 这让车主经掉了下巴 认为自己活见鬼了 如果不赶紧叫停 工作人员还能继续加 难道加油站发明了什么高科技 可以直接扩张油箱的容积吗 这其中究竟有何引擎呢 车主回忆起事发经过 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他开着爱车去往另一个城市 由于走得急 没有检查油量还剩多少 直到高速跑了一半 他才发现油箱里就剩两个油了 随后便找到了最近的一个服务区加油站 来到服务区之后 他很自然地告知工作人员92加满 随后便站在一旁等待 然而接下来工作人员的做法让他尤为震惊 当油表加到48升的时候 他说没有跳墙还能加 然后加到51.76升的时候 是我自制加油员 我说我的油箱装不了这么多 他不明白自己45升的油箱 是如何能加到48升的 他本以为加油员会就此作罢 没想到加油员却变本加厉 直接硬生生地把油箱加到了51升 这可把车主给吓坏了 这难道是想把我爱车撑死吗 随后他便赶紧制止加油员 自己油箱才45升 你直接给我加到51升 你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然而加油员却表示没跳墙还可以接着加 这让车主既生气又不解 认为加油站就是明摆着在坑他 40升的油箱 现在给我加到51.76升 我来的时候还有两个油 我不叫拔枪的话这个还在加 明明45升的油箱 加油员却自作主张加了51升 虽然超过了7升 加油员却不肯善罢甘休 依旧自顾自的加着 这让车主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自己油箱容积真的这么大 当时剩两个油的时候 自己岂不是要推着车来加油 车主怀疑加油员肯定对油箱做了手脚 我说你确定还能加吗 他说还没有跳墙还能加 是我让他给拔出来的 在车主的强制要求下 加油员才肯拔出手中的油箱 面对加油员这样 让人不能理解的做法 车主情绪逐渐开始失控起来 他认为加油员就是在故意坑他 本来45升的油箱 你多加了将计10升油 难道多余的费用 你们加油站来掏吗 如果他不制止 指不定还会多加多少 难道你们真把他当成傻子了 面对车主的连连质疑 加油员做出了解释 加油员表示 当时车主喊停箱的时候 油箱里的油漏了出来 说明油箱已经加满 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加油员在为自己辩解呢 为了了解事情真相 车主找到了加油站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车主油箱45升 只是安全容积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加油超过45升 也可以继续往里面加油 而对于这个解释 车主也难以接受 还是选择报了警 那么这件事究竟如何解决呢 男子爱车只能加45升油 工作人员却硬生生的加了51升 这让男子无法忍受直接报的警 警方赶到后对双方进行调解 车主当场提出质疑 为何51升的油加不满45升的油箱 肯定是加油站在油枪上动了手脚 加油站对此表示 他们的油箱都经过官方部门检测 自家的油枪包括油机没有任何问题 不存在人为调动的情况 而车主为了表明真相 他可以现场把油抽出 看看是否真的有51升 然而加油站却直接回绝了车主 如果你非想要得出一个结果 那么你就去相关部门投诉 他们将不会再对车主的疑问做出解答 他们表示我们的油箱没有问题 你如果觉得有问题 你可以开车 你可以自己去投诉 车主无奈之下只好进行投诉 而业内人士对此件事情说明了自己看法 如果想要问题得到证实 首先要确定车主当时剩余油量 是否真的为两格 其次就是确定加油员在加油的时候 油表是否归零 这样才能确定52升油的真实性 然而加油站对此不会再做出解释 车主也确定通过投诉解决问题 希望相关部门会给双方一个交代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啊 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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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